2020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冠亚军都是由实定茶农获得 其中拿下冠军的叶成轩,年仅23岁,在4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成功为新北市蝉联世界冠军 不但是新北之光,更是实定之光 他是叶成轩,年仅23岁,在2020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中拿下第一名 不仅让新北市顺利蝉联世界冠军,也让实定区以这位最年轻的冠军制茶师充满骄傲 这次我们实定得到冠军跟雅金,也是我们实定的荣幸 也是新北市的荣幸,大家也是对茶龙多一点信心,多一点鼓励 让我们这些茶龙年轻人能够感谢相互 茶叶跟小孩子一样,也要照顾,他从小开始照顾,除草,施肥 实际上我们在这边,他吃到这边也是很辛苦 因为这边好山好水,可是又受到保护区的限制 其实我们在这边他很年轻,就参加我们得到全国第一名 其实是新北市之光,也是实定之光 实定区长李浩荣就表示,虽然叶成轩年轻自立浅 但在父亲的传承下,以绝佳武感和个人努力获得了这次冠军 相信未来在制茶领域上也能展现更多的创新想法 除了天气、气候、温度、湿度,这些都非常重要 能够在不同的一个地方能够获得这个技术比赛的冠军 那代表说这个年轻人他的武感非常好 年轻人在这个制茶的行业上虽然说经验比较不足 但是通常他们有更多创新的一个想法 获得冠军的叶成轩来自于制茶世家 是茶员第四代经营人 对于自己夺冠他相当谦虚 表示还需要继续精进 让自己的茶知识和制茶专业更成熟 虽然是获得冠军 但我想应该还是有缺点 因为可能只是说 我缺点比人家少这样 那我觉得在之后就是 不管是茶改厂还是像农民学院 就是有什么课程 就是我可能就会去精进自己 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茶业 在茶业这方面的知识 就是再丰富一点这样 今年的全国制茶技术竞赛 一共有40位优秀茶师参加 实定区同时获得冠亚军相当的不容易 尤其这次是由返乡青农 为新北市争光 为实定争光 传统茶产业在世代传承下 更是令人感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实定采访报道